第一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个人奖得主韩劳达 即将举办创作50周年纪念专场演出 用五部作品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 包括经典相声系列 像历史提问号和其他四部新作品 是的 那么韩劳达常年彼更 1973年发表相声处女作《宋票》 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 继续创作了多部相声和戏剧作品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韩劳达先生 来和我们分享 欢迎韩先生 韩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距离您相声处女作已经超过了50年 那我们也了解到了 这次的纪念专场的五个曲目 除了开场的像历史提问号 其余四个都是新作 但以往我们常常就会觉得 经典作品可能会占到一半 那这次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编排呢 还有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疫情期间 刚刚走出疫情 是的 没有办法演出 是否会对您的新的创作 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这个专场本来是在2021年的 刚好是50年嘛 因为疫情一来就整个搁浅了 那么大家都觉得有点可惜啦 很多朋友鼓励我 应该把这个50周年的专场继续办下去 但是想法就改变了 我就写了两个 写了好几个新的作品啦 其中一个这个网上老头啊 其实是2015年 一礼会他要出一本历届的这个 文化奖得主的作品 那么请我写一篇短剧 我就写给他们 2015年已经出版了啦 那个是一个特辑啦 那么我觉得没有演过嘛 所以要拿来演 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 网上老头的片段 那么这个戏呢 现在拿来演了 离2015年又一段距离了 所以加进了不少新的一些题材 新的一些现在现实生活中 常见到的一些网上的一些诈骗啊 什么都有啦 所以导演也有意识的 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这个戏应该算是相当新的作品 没有演过的 另外一个这个手机2020呢 是全新的作品 这个作品我很有感触的是 生活中啊 很多的朋友啊 包括非常亲近的人啊 被赌所害 沉迷赌博 特别是沉迷4D啦 所以 故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 一个装修商啊 他的合伙人 因为被赌债逼到逃到马来西亚去 把一个手机交给他 那么他变成身上有三部手机了 一部是他的合伙人给他的 一部是他自己的公司的 另外一部呢 是他的妈妈 他的妹妹 等于家庭专用的手机 所以他有三部手机 这三部手机就等于三种压力的来源 压得他拖不过气来 有追债的 有追他的工程 有什么拖降酒没有完成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切合现实生活的 一个新的剧本 独角戏 有一个人来演 很有挑战性 这听起来 虽然这个专场的档期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但是呢 您的创作的内容是 非常的与时俱进的 对 而且好像增添了一些 新的内容在里面 新的东西 对 排演了四部新作品 包括了相声作品 双簧 独角戏等等 我们来看一些排练的画面 当中《长河奔月外一章》 是富有现代预言色彩的双簧 手机2020 则是一段反映市民生活的独角戏 还有一部新喜剧 网上老头 探讨的则是网络时代 祖孙三人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 冲突和融合 那刚刚韩先生跟我们介绍了 这几部即将上演的这些戏剧的 一些精彩内容的分享 那么我们还很好奇 就是您在这个行业 做了这么长的时间 尤其是在近些年 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 那您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剧场 制作环境和以前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太大的不同了 因为我在剧场 应该是50多年了 从以前我们在舞台上搞演出 我们自己设计灯光 自己设计一些音响效果 到现在呢 很多都非常科技化了 我举一个例子 过去我们要演到有打雷的那种声音的话 我们是拿真的一些器材来做出那个雷声的 比方说在维多利亚的剧院 我们用那个千球 大大力的千球 在地上滚 滚出来的声音就是闷雷 那么响雷呢 响雷我们用那个芯片 上面盯着一片木片 一个木条 芯片 那么用力的这样打 这个雷声特别象征的 都是用手自己做的 包括小雨啊 雨声啊 我们用那个筛啊 用那个绿豆放在上面啊 这样摇 就是雨声啊 哗啦哗啦的雨声 那么小一点呢 我们拿那个绿豆拿起来 一粒一粒的掉在那个筛上面 小一点 那么用麦克风收它声音 完全是用手做的 听起来非常地有趣 对 而且很有智慧的 完全用的方法 是的 现在呢科技 现在又录音了 现在科技日新月异了 但是我相信这种 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和热忱 是不变的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地期盼 这个韩先生的专场演出 是的 非常感谢韩先生来今天 跟我们分享 今天的《诗诚有约》 就播到这里 欢迎您浏览八十届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 Facebook页面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会